欢迎来到独立在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祥,今天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的嘉峰,嘉峰你好,大家早,嘉峰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的消息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婚姻平权民法修正案,这个议案虽然已经完成了一读,可是却遭到立法院将近各自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台湾办理权益推动联盟,简称办理盟,他们跟多个公民团体一起组成了婚姻平权革命阵线,上周日在10月5号立法院外面举办了彩虹围城的大型集会,有今晚人来参与,他们诉求立法院应该要尽速通过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草案。 在这个过程当中,推动修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我想修法是必须要有些立法委员支持,那在现场或是在过去以来,这个立法委员支持的状况又是什么? 其实在上个月呢,彩虹围城的集会之前,婚格线他们已经有募集了112个孔同所,邀请公民一起来监督112位立委,他们在10月5号当天应该要带着婚格线送给每位立委的这个平权药,来开启被锁上的孔同所,而且目前有21位立委签署支持婚姻平权的声明书。 其中有三位立委呢,郑力军、尤美女以及段一康他们都有到现场来,亲自用婚格线所制证的这个平权药,来开启孔同所。 而肖美琴委员他也是派人到现场来接手表态支持,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呢,另外曾经表态支持过护家蒙的丁守中委员,他也经过拜会跟沟通之后呢,当天也特别打开了孔同所,来解开这个孔同所表态支持婚姻平权的这个草案。 我想打开孔同所可能就是一个象征,就是把那个所谓的恐惧同志的这样的一种心结能够打开,那当然这些委员除了打开孔同所之外,我想在现场他们大概有发表一些谈话吧。 是,其实到场的尤美女立委他有表示说呢,10月中旬的时候他将会以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的招委名义,来举办有关于婚姻平权法案的公听会。 那他会邀请正版双方的各团体的代表还有学者专家来发表意见,也会用这个主席的身份呢,做成结论。 并且他会要求法务部尽快将这个案件送到立法院来,让各版本的草案的内容,能够有实质上的讨论。 而立委段一康他也是说呢,自己坚定支持婚姻平权,而且面对民主社会中的这种偏见跟不宽容,不能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必须要用理性跟坚定的态度来化解这个偏见。 而最后呢,国动现场,现场民众是把,将一个四个大求分别印有婚姻平权这个四个字的大求呢,推进立法院里面,期盼立法院呢,能够尽数通过这个婚姻平权民法修正草案。 我想一个民主社会本来对一个事情它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这个婚姻平权这个事情上面,它其实跟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华人社会的传统价值也好,甚至在某些宗教信仰上面的,例如说基督教里面的一些价值也好,它其实产生一些冲突的。 那我们知道在当天除了这些同志的团体去诉求婚姻平权之外,在现场其实也有一些,像包括护家蒙的一些朋友其实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跟看法。 是的,当天在立法院变成中心大楼的另外一个现场呢,则是有一群他们是支撑为为下一代幸福站出来的家长代表,他们召开了记者会。 那么黄妈妈她是表示说呢,她非常担心孩子的未来,因为她反对目前通过一读的这个同性婚姻的草案。 她说呢,当中同性伴侣能够收养小孩,他们认为是侵害到小孩子的权益。 因为她说小孩子其实不是商品,什么东西都不懂,不知道该如何来做选择。 所以她反对多元成家,然后这种性解放的法案对他们来说是破坏婚姻原始一夫一妻的这种传统。 然后他们也要呼吁说,应该要交由公投来做决定,希望立法院能够给重视这些沉默的多数人,维护婚姻家庭这种传统的制度。 嗯哼,除了被认为她其实是这种所谓性解放的法案之外,其实在整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她其实有多元成家法案。 这三个法案是送到立法院的。 那这个法案的这种所谓的彼此之间的纠葛,其实也会让很多人有一些这个不安的状态。 是,其中她那个刘爸爸她也是有认为说呢,婚姻平权法案名称是改来改去,还是绕着这种性解放的议题来打转。 她说当初瓜分为同性婚姻、办理制度、家属制度以及收养制度的四大区块。 可是最后分案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她批评说呢,草案里头的同性婚姻、办理制度, 还有家属制度通过之后呢,在彼此交互的作用之下,都有可能会产生开放性的关系,感情纠葛,亲属乱伦这种东西。 然后还有劈腿的状态都会受到法律这样的制度的保障。 所以她说或许这些人选择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面对,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下一代的小孩子,为下一代小孩子导想,他们觉得说这样的环境下的成长的小孩,道德观可能会日渐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觉得说,成长环境可能会充斥着不安跟失去的混乱的状态。 这其实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特别是它涉及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生活方式,甚至是人权,或者是包括刚刚谈到的一种所谓的自由多元选择。 不同的价值之间的一些冲突跟争议。 我们希望这样的议题呢,其实能够有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更多的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嘉峰,能够在节目当中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嘉峰,谢谢。 谢谢。 -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事才能了结啊? - 真理,我们有没有全力说好? - 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 独立在线,给你不一样的新闻抱抱。 -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 我是主持人E Show,这里是独立在线。 -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占中运动相关议题。 - 香港占中运动与北京政府的角力不但在街头也在网络, - 只是看不见的暴力却不见主流媒体报导。 - 9月27号,学生占领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行动后, - 香港几个独立经营支持民主的网站, - 包含热血时报、852邮报、破折号及香港独立媒体网, - 都受到骇客疯狂的攻击。 - 此外,和平站中的官方网站同样被攻击到离线。 - 然而,主流媒体眼见公民网站一一被攻陷, - 却完全没有查询与报导。 - 同时,黑客组织匿名者亚洲, - 为了报复香港警察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者, - 也发动攻击香港政府及建制阵营多个网站。 - 但政府新闻网被攻击而导致拖慢的新闻, - 却成为电视新闻报导的主菜, - 成为站中对政府构成的伤害助阵。 - 继续是朝运相关抗议事件。 - 结合101个民间团体针对高房价问题而起的朝运, - 四号发动夜宿仁爱录的行动, - 大约5000人参与。 - 10月5号早上, - 朝运主办单位在地保前, - 由北义大师生连夜以木材搭建成的人民地保, - 召开记者会。 - 朝运召集人彭杨凯强调, - 夜宿只是攻击发起线, - 宣示民间团体推动各项改革修法的决心, - 之后将会与参与的团体贡商, - 将五大诉求落实为具体的修法版本, - 并开始推动。 - 最后是塞尔维亚同治游行再起相关议题。 - 10月25号在台北将举办一场盛大的同治示威活动, - 要在观念与法律上持续为同治族群争取权益。 - 而就在不久前塞尔维亚也同样举行了停办多年的同治游行。 - 停办的原因则是因为塞尔维亚在2001年与2010年举办同性恋骄傲游行时, - 游行队伍以及右民族主义团体等反同性恋者间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 - 造成上百人受伤。 - 政府也从此以安全为由, - 禁止举办游行长达了三年。 -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 感谢您的收听。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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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